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设计模式之适配器模式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课程概要 这节课呢,我们分为如下三个课时进行学习 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下适配器模式的概念解读 我们分为这种文字的解读和拟误化的方式进行解读 我们再来学习适配器模式的作用和它的注意事项 我们看一下适配器模式在我们的项目开发中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和它相关使用时需要注意的东西 最后,我们来用代码实战的方式来结束一下适配器模式 以及对上级解课学习的内容进行总结 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适配器模式的概念解读 首先,我们来用文字的方式对适配器模式的概念进行解读 然后呢,我们再用这种拟误化的方式对适配器模式进行概念解读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这种文字的方式对适配器模式是如何进行解读的呢 适配器模式是讲一个类或者对象的接口的方法或属性 转换成客户希望的另外的一个接口的方法或属性 适配器模式使得原本由于接口不兼容 而不能一起工作的那些类或者对象可以一起工作 那么这个适配器模式的概念相对简单 它就是说讲一个类的接口转换成客户希望的另外的一个接口 那么适配器模式呢,使得原本由于接口不兼容 不能一起工作这些东西而变得现在统一的变成我所需要的这种类型 那么这个客户希望的是什么 你这个适配器首先要有这种适配的能力 那么有一个根源 就是说你原来的这个类要有人家这个客户所希望能达到这个类的能力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泥物化的解读 那么首先左边是一个我们笔记本这样的一个充电的电源 那么这个电源啊,它可能不一定用到我们笔记本上 也可能直接插到台式机上 那么右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适配器 它可以把左边这样一个电源 然后呢,连接到我这个适配器上 然后就可以连接到我的电脑上了 那么再反过头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文字解读 适配器模式,是讲一个类的接口 转换成客户希望的另外的一个接口 我们这个左边这个电源线 这个三项插座,插到了电源上 那么它剩下这一个口的话 就是我们需要进行转换的 转换给谁呢?转换给电脑 那我们笔记本并没有这样一个三项的插座 所以说要把这个暴露这样一个接口 插到我们这个适配器上 然后用这个圆形的接口连到我们的电脑上 这个就是说希望,我就是当前这个客户 客户希望的另外的一个接口 那么我希望的是什么呢? 是希望啊,你把这个适配器这一个接口 插到我笔记本上,然后现在可用 那适配器模式使得原本由于接口不兼容 大家想想,我笔记本上并不像那个台式机 有那么粗一个大口子,等着你放进去插进去 那么我只有一个圆圆的小细口 我们那个东西在生活中也叫做适配器 那么这个适配器起到的原理啊 跟我们这个设计模式里的适配器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它能帮助我们转换这个一个类 然后转换成我们需要的 使得这些接口不兼容的 现在是不是可以一起work了 那么同学们想想这个东西是不是完整的 它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流程啊 它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流程 为什么呢? 我们笔记本,你关有这个适配器 它不能得到这个电 那么人家这个原来这个接口啊 它却可以怎样 可以任意的去拼插 但是我们这个适配器 它是专门为我来做的 那么这个就是这节课 我们对这个文字跟这个适配器 它这个里边的一个概念的解读 我们分成了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拿我们这个电脑这个茶座 然后还有这个适配器来说了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这一坨文字 那么Apptator这个适配器 这个接口这个类 在我们开发里边用的也是蛮多的 比如说A人他写了一个接口 B人呢他又写了一个接口 但是这两个接口同样是为我来服务的 那么我给用户提供服务的时候 我来封装的时候 我只给用户提供一个同样的接口 那么我用我这个接口 去把那两个GS给抓进来 抓进来之后 把它们接口进行相互的这个交融 比如说我给用户提供一个C方法 那么可能那个A里边写的是什么 MMGS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那个里边的可能PPGS这样一个方法 但是我根据我这个特定的条件 我根据我的工厂 我根据我的命令 根据我相关的单例 然后我来产生一个这样对你的适配器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把适配器的概念 用文字的方式 跟这种拟物化方式进行了一个解读 这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适配器模式的作用 和相关的注意事项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适配器模式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第一个 它可以使用一个已经存在的对象 但其方法或接口不符合你的要求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适配器模式 比如说现在人家建了这样一个GS文件 但是这个GS文件呢 跟你之前所定义的这个格式不一样 最初你的设计 比如说里边有四个方法 ABCD 那么你早早的已经把这些方法给都调用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突然你不在了 或者说有段时间你休假了 那么回来发现里边的ABCD 已经被人给改成了GM等等这样的方法 但是其实呢 它们实现的功能还是一样的 只不过把你的这些东西都给存够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比较痛苦了 你不可能再把所有的代码 都依次的改成人家需要那样的 那么你就可以怎样呢 可以声明一个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是一个适配器 它把别人呢 实现的这种东西 再转换成你当初用那种AABBCDD 那么这样 这个适配器 它只要是负责产出 你所需要的这种接口类型 那么就可以了 所以说它可以使用一个已经存在的对象 但是呢 它这里的方法或接口不符合你的要求 这个不符合要求 大部分前提是要站在这个什么角度上考虑呢 是要站在你这个实现的功能一样 但是方法名不是非常一致 创建一个可复用的对象 该对象可以与其他不相关或不可见的对象协同工作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人家有一些基类 或者是一些最底层的类 那么这些类呢 对用户啊是不可见的 但是你却需要调这些类来实现功能 去做一些可见的东西 做一个服用的对象 然后让这些对象 可以与其他不相关的或不可见的东西 来进行协同的工作 比如说你产出一个总的工厂 那么里边 可能说这里边有一些工人啊 或者说有一些地上比较脏的地方啊 或者是里边的电啊跟你完全的不相关 因为你只是想让这一个车间产东西 那么你就需要把这些工人啊 或者说这些地面啊 这些电啊所有东西都结合到一起 清理好地面 然后以防这个电啊什么着火 然后把这个电呢什么都弄得非常这个完美 然后让它切合到一起 对外暴露出来你这样的一个对象 这个说的有点复杂 但是就是说一个可服用的对象 它可以去找那些不相关或不隐藏的 然后来对外暴露出人家需要的东西 第三个 使用已经存在的一个或多个对象 但是不能进行继承以匹配它的接口 那比如说人家已经存在了这样一个或多个对象 但是人家的对象啊 它这个类不让你继承 也不让你重写 按道理说我们可以用OO的方式 如果说我们想做这种适配 那我们用这种OO的方式 把它这个东西直接给继承过来 继承过来呢 我们可以不重写 我们只是实现它原来的方法 然后起一些别的函数的名字 让我们当前这个类可为我所用 但是呢 人家这个类啊 它不让你继承 所以说你只能另辟一条渠道 然后来把这些原来的类里边的方法或者属性 copy到你当前这个namespace下 然后你这个namespace再往外去吐一些你需要的这个接口或者方法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使用已经存在的一个或多个对象 来进行这种你所需要的适配模式 那么这个有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说它与代理模式啊 好像是一样 同学们想想代理模式是什么 比如说我想给这个小红送的花 但是呢 我又不好意思 所以说我找小明送 那么小明代替我给小红送了花 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不是适配吗 这个跟我们适配不一样啊 你想想我们适配是什么 我们适配是说我们买了这个花 可能小红都不喜欢 所以说我把这个花弄成小红所喜欢的样子 那么代理模式是不改变原接口 适配是原接口不符合规范 所以说两个方向完全都不一样 那么这个适配就是说你这个接口的名字啊 可能不符合你的规范 但是代理其实做的事啊是一样的 只不过说我们中间增加了一层转接层 有同学说看了上节节的设计模式之后呢 那么感觉还不如像我调faction一样方便的 其实是这样的 在JS的世界里 你这个faction是最直接的 但是这些设计模式 只有在你项目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才能发挥它最大的魅力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细细的品味 这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适配器模式的代码实战和相关的总结 那么首先我们来进行一下 适配器模式的代码实战 我们打开我们最常用的编辑器WM 那么我们依旧建一个这种ATML文件 放在这个桌面上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我们进入一对scree标签 我们说了 适配器模式呢 可能是原来有人动了你的东西 那么原来我们东西是什么样呢 我们定义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是一个object 然后我们里边有个这样test的方法 然后我们里边呢 还有一个叫做go的方法 好 那么你很开心的 AA.test 写完之后 然后你进入了你的休假美好时光 那这个时候 别人正好赶上项目整个重构 一发现 你之前写的东西怎么这么错 那我们需要进行重构 为什么写成了一个静态的这样一个对象呢 好 大家开始重构你的东西 factionAA 然后this.test等于faction 然后呢 人家又给这个AA.port type上 又绑了一个这个go 而且又起了个名字 叫做gogo 然后来了一个 我是新gogo 这个 还给你打了个日志 还很开心的告诉你了 我是新的test 然后人家把这个文件啊 整个人家重构完了 然后你这个代码人家没管 那么你回来之后 发现整个这个结构 跟你原来的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难道还要去像他一样 去调原来那些方法吗 我们不可能把我之前 所有调AA.test 全给它搞成什么 wt等于new 怎么样new AA 这样就崩溃了 这样你比如说 你这个逻辑特别复杂 那么改都把你改弧度了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生命一个适配器 那么所有的这种设计模式 这些变量 我都给大家写成了这种大白字 为什么呢 能让大家清晰的理解啊 什么叫做这个设计模式 以及这个整整解课 所讲这个概念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写成一个update 大家搞来搞去 就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了 所以说你只要理解了 然后呢 至于这个变量名字 它都不重要了啊 那我们这个适配器干了什么呢 那么我们还是把我这个对象放回来 我们把这个名字改一下吧 它甚至把你这个都给你改掉了啊 比如说你叫PP 那你原来用的是AA 那么怎么来维护你原来那套逻辑呢 那首先new什么 newpp 然后你AA里边有什么 AA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test的方法呀 那你依旧定义这样一个test 然后这个test他干嘛呢 他就执行了谁呢 执行了我们这个 s啊 我们声明一个别名 然后他就执行了s下边的这个什么test ok 这就把这个方法说不给迁移回来了 然后你这个叫做go 然后呢 他给你干了什么呢 给你执行了s下边的go 这个时候你执行适配了之后啊 你把你新适配这个对象一返回回去 然后你又可以很开心呢 到处是不是都用了 那在用之前先怎么样 先是不是要执行一下这个适配啊 哇 AA等于适配 适配器 然后这个时候 你再来看一下 你这个 你这个上面啊 有没有这个当前你所要适配的东西 AA.test 然后呢 AA.go 好 那我们上我们这个浏览器里边去看一下这个效果 他这里边说了一个问题啊 说这个 undefined is not a faction 好 我们就喜欢这个报错 因为一旦报错了 我们才能这个从这里边找到我们写代码遇到的问题 他说什么 这种报错信息 大家要有攒更多的经验啊 以及有这种敏锐的嗅觉 一看见这个报错信息 就能基本定位到你当年写的代码哪里出了问题了 他说undefined is not a faction 那就证明怎么样 我们掉了它 但是呢 没有 那这个go没有 就看一下我们这个pb上有没有啊 是不是没有啊 人家写了一个新方法 是gogo 而且刚才看见 我们在输出的时候呢 有乱码 所以说我们给这块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乱七里看一下这个效果 OK 我是新的test 我是新的go 那么我们也不用再去管那些其他的了 这个适配模式啊 老师也是在这个开发中啊 用的非常爽的 因为是这样的 有一次开发呢 我们项目组里边就有一个是适配一个图形 要去适配这个高清图跟那个啊 矢量的地图 矢量的图就是呢 根据这个接口用converse画的高清图呢 就是图片 那么这两个js啊 画图的这个faction完全不一样 画图的这个faction名 那这个里边也有画图 但是他俩啊 怎么样都能画图 都能往页面上铺东西 也都能画线 所以说他俩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比较纠结了 那向外报了 我要怎么样呢 难道我要判断if啊 你是什么 然后我再require你这个a.js qlure 然后我把你require进来怎么样 require这个a.js 然后这个a.js我在执行什么 然后我在iOS怎样怎样 我没这个必要 对不对 所以说我维护一个适配器 叫c.js 我把所有的逻辑 都封装成一样的接口 封装abcd这样的接口对外 那么我在这个里面判断相同的逻辑 然后我处理这两个js 我就用到了这个适配器模式 那么好 下面来让我们进行一个总结 适配器模式这个代码实战 我们刚才做了 这个总结我们来看一下下面 这本套课程 我们学习了适配器模式的很多概念 你至少应当掌握了一下知识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适配器模式 然后要掌握适配器模式的作用 和使用的注意事项 最后能用这个适配器模式进行代码编写 你可以使用这些技巧来改善一下你项目里曾经的东西 如果大家想继续提高可以继续在极客学院学习 加乌斯クリップ设计模式的系列课程 整套系列课程呢 老师都会以这个大白话的方式进行讲解 然后尽量讲到这种项目里面实际用到的东西 大家学了之后 也可以对自己以前代码进行更改 好 谢谢大家